大家好 我是您的养生顾问老安 每天见一面 健康多一点 一提起这个白头发呢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老了 其实白头发在人的各个年龄段都可能出现 而且从白发的生长位置还可以判断出您的健康状况 那么白发长在不同的地方代表着什么样的疾病问题呢 首先我们来看前额出现白发可能是脾胃失调 前额对应的反射区是脾胃 调理好脾胃对防治前额的白发大有帮助 脾胃不好的人常常出现腐胀 腐痛 胃酸 口淡不渴 四肢不温 大便吸糖等等这些现象 孩子的人经常会伴有口臭和食欲过旺 如果有四肢浮肿 胃寒息暖 小便清肠或者不利呢 都有可能是脾胃虚寒的表现 我们再来看两病斑白 可能是肝火旺盛 人的两病对应的是脏无反射区肝胆 肝胆火生的人或者脾气暴躁或者爱生闷气的人呢 容易在两病先出现白发 常言到两病斑白 同时呢 还常伴有呢 口干 口苦 舌燥 眼睛 酸涩等等这些表现 这些呢 都是由肝胆火旺引起的 进而呢 很可能导致脾胃受伤 再来看 后脑勺 后脑勺长白发可能是肾气不足 人的后脑勺对应的反射区是膀胱经 后脑勺长白发的人呢 容易伴有尿频 遗尿或者尿失禁 还有小便不畅 等等这些表现 因为呢 膀胱的主要功能是储尿和排尿 所以这类人呢 教治常人更不容易憋尿 而膀胱的排尿功能和肾气的肾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 白发食疗方 中医讲呢 那条外痒 饮食那条具有呢 无可比拟的优势 想要拥有无黑的绣发 那么首先从饮食做起 黑色的食物既补肾又促进生发 但是啊 如果只能推荐一种的话呢 非黑豆莫属 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日常利于头发生长和变黑的食物都有哪些 黑豆 黑豆中的一黄酮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成分 它呢 与女性雌激素的结构非常相似 常吃黑豆呢 可以调节人体的雄性激素水平 减缓由雄激素分泌导致的掉头发 加速头发的生长 并且呢 由于黑豆含有黑色素 逢黑必补 可以促进人体合成 绿氨酸酶酶 帮助白发变黑 第二种食物 黑芝麻 黑芝麻作为食疗品有易干补肾 养血 润躁 乌发 美容的作用 是极佳的保健美容食品 黑芝麻 富含的生物素对身体虚弱 早衰而导致脱发 掉发呢 效果非常的好 对呀 药物性脱发 还有某些疾病引起的脱发呢 也有一定的疗效 最后来看 核桃 核桃呢 有乌发是皮肤光润的作用 古代的艺术当中呢 对核桃更有如下的记载 通经脉 黑虚发 因为呢 发者血之鱼 血旺则发黑 而且呢 核桃当中富含多种的维生素 可以提高人体皮肤的生理活性 所以呀 对女性朋友而言呢 更是上家的美容食谱佳品 白发变黑 按摩方 乌发养发除了要靠饮食调养 那么 穴位的按摩呢 是必不可少的外部保养 无法生发 有三个穴位呢 要按揉起来 首先呢 第一个穴位 风驰穴 风驰穴的位置在脖子与后脑勺的交汇处 按摩这个穴位的好处在于呢 可以促进脖子到头部的血液循环 还能够呢 亲头目立五官七窍 所以 平常多按一按风驰穴呢 对于治疗白发有非常好的效果 第二个穴位 脚孙穴 这个穴位呢 在耳朵的最高点内侧 隐藏在啊 头侧面的小处就是脚孙穴 平常按摩这个穴位呢 能够很好地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 从而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第三个穴位 百慧穴 百慧穴位于头顶的正中央 平常按摩这个穴位啊 可以安神定制 生阳举线 还有啊 就是可以呢 治疗脱发 总而言之 想要头发呢 乌黑浓密 少不了呀 三大无法知青的饮食调养 还有配合头部的血液按摩呢 则可以进一步的促进头发的生长 食疗加运动要结合在一起 缺一不可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呢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